我们在电脑里安装好软件 软件可以在U盘里找到 然后用户可以根据说明书的一个安装说明 把那个软件先安装好 这是CR CR后面是一个数据线的接口和一个电源的接口 然后这边是一个开关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线线上 这个插在一个电源的接口上 这边的话是USB插在电脑上 然后这一端是插在这个CR的接口上 然后把它开关打开 开关开完之后它有了自检的过程 完了这边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拍摄界面 如果拍摄界面呈现闪遇的状态 就表示可以正常拍片了